央视财经记者,平凡舞阳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,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11月2日24时开启。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,半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,10月19日到11月1日,国际油价大幅震荡下降,受次影响,国内汽油,柴油零售价格迎来2014年12月,以来最大单次降幅。 央视财经记者,从国家发改委获悉,汽油每吨下调375元,柴油每吨下调365元,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,全国平均来看,92号汽油每升下调0.29元,95号汽油每升下调0.31元,0号柴油每升下调0.31元。 央视财经记者给您算了一臂账,按一般家用汽车,油箱50L容量估测,加买一箱92号汽油,将节省约14.5元。 多因素推动国际油价大幅回落,因美国原油固存超预期增长,全球原油需求预期下滑。 各主要产由国供应上升,且沙特表示,未来将继续增产。 国际油价从高位大幅回落,目前伦敦沃伦特、纽约WTI按油价分别降至每统计13美元和64美元,将10月初的今四年高位下降约13美元。 国家方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,短期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局势,是影响国际油价的主要因素。 美国对伊制裁影响伊朗出口下降幅度是市场关注焦点。 11月6日,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,近日沙特记者遇害事件,一定程度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。 美国与沙特之间关系趋于紧张,考虑了OPEC原油供应调整,具有较大的灵活性。 综合判断,后期国际油价将在当前水平维持震盪。 年类油价变度依赖,三涨气跌一割起演,经过本次调价。 2018年以来,国内成品油调价已呈现实三涨气跌一割起的格局。 截至本次调价,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130元,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085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